拥有爱已经感到很幸福 在分开的时候才会知道 曾拥有爱已经感到很幸福 我像你 感觉空气里有你 我像你 偏变的残忍变得像你 有你 酸甜苦辣也熬过去 也虽然很开心还在一起 诚宾 你买的 你看看这是什么CD 肖邦钢琴曲 你猜都能猜得到这是谁的了吧 幸亏我不叫张学有谢霆锋什么的 要不他买CD啊 都买破产了 诚宾 看看 我买了一张舒淇的海报 我的CD 邦子 你看你啊 不就一张CD吗 我陪你就是了 不要那么打净小怪 人家好不容易才买到的肖邦钢琴曲 是正版的呢 丹丹 你想上进 你想高雅 我不拦你 可这鼓探音乐你能听得懂吗 这样吧 我陪你两盘流行歌曲怎么样 谁要那个呀 肖邦现在是我的偶像 我就听肖邦钢琴曲 那好 那好 我以后改名了啊 我叫肖气 肖条 肖灭什么的 反正不叫肖邦了 免得我沾你偶像的光 算了 算了 我自己再去买一个吧 你拿的这是什么呀 舒淇的海报 怎么样 欣赏一下 他的皮肤真的好细啊 喂 我的舒淇 丹丹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你看到没有 对不起 我给忘了 你怎么老这么貌似呢 你知不知道我买这张海报 跑了多少地方啊 那我买那CD还跑了好多地呢 你是在报复是不是 沈丹丹 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你这么小心眼啊 喂 你把我说的 我是那种人嘛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大不了我得陪你两张 我的照片 谁愿意让你的照片啊 天天看着你还不够啊 算了 算了 咱俩扯平了啊 诚斌 你说 我真的还不如一张海报吗 你不是不如海报 你就是不如舒淇 诚斌 你知道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吗 什么 不会撒谎 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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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这就像你这样子 哎 志哥 志哥 说你说好了 把这衣服拿去退了吗 谁要退啊 又不是质量问题 商场不会给退 怎么会呢 你看 那 扣子都下来了 这得退了吧 这没有扣子的衣服 我怎么穿呢 哎 对吧 你这也太不讲理了吧 你的胳膊手 怎么老往外拐呀 敢说我不讲理 你想一想 平时谁在疼你 谁在关心你 谁能为你朋友解难 谁能理解你 当闺女 朱志哥 你可真没良心哪 我不管 你今儿个就把衣服给我退了 晚上把钱拿回来 你给 哎呀 哎呀 你们干嘛呢 吵架呢 哎呦 单单啊 没什么 我们这儿吵着玩呢 是吧 谁要省心跟你玩啊 拿去退了 好 我去 我去 刘阿姨呀 朱志哥 你脾气可真是好啊 你这样骂你还当换嘴 他不就是个人好吗 当初我嫁给他 不也就是看成这一点了吗 哎呦 可您这样对他 他也不反抗啊 你都几十年了反抗什么呀 夫妻间哪要不吵架的呀 这越吵人日子又有滋味 哎呀 是吗 哎呦 我看您对他这样 我还以为您不喜欢他了呢 少孩子 哪能呢 其实啊 我们的夫妻生活啊 是很满满的 等你跟邦子结了婚 你就知道了 吵吵闹闹 是夫妻之间很正常的事 我今天要是包子对我 能像猪树的油爱一样就好 真别也羡慕我 对 对 对 哇 西红柿炒鸡蛋 对 季学生 等你爸回来再吃 回来了啊 哦 衣服退了吗 今天吃什么菜啊 我问你话呢 上场说 卖的时候扣子没掉 人家不该退 你怎么这么窝囊啊 你不会给他讲道理 那劣质产品出场的时候 都是好好的 怎么就不给退呢 你下去 哎呦 算了吧 妈 你说这衣服也好好的 爸也是一片好意嘛 你就别为难他了 你老是跟你爸爸 一个鼻孔出气 要不他怎么说 你理解他呢 你什么事都会为他想 你也不想想 是谁把你带大的 是我 你妈 你们小的时候 你爸爸把家里的事 传扔给我 什么事都不管 你三岁的时候发高烧 是我背着你上医院 这事快乐都知道 妈 姐三岁的时候 我还没生呢 对 好像您上次说 是背快乐去医院吧 对 是我记错了 总而言之 在你们成长的过程当中 是我付出的心血最多 以前的事 你别老提好不好 我上次不是说了吗 我有紧急任务 那时候又没手机呼吸到 我也听说快乐病了 不是赶快回来了吗 你别狡辩 这事就是怪你 要不是看在儿女的面上 当年我就跟你离婚了 为这事我道了 十几年的歉了 你怎么老提啊 不提你不进步 你要是还敢那样 我立刻就跟你离婚 好了 别吵了 这衣服吧 我来解决 我看单位有没有人要 吃饭吧 哎呀 好了 吃饭吧 哎 姐 问你道题 哎 怎么 怎么了 在想男朋友啊 别胡说 我在想咱爸咱妈的事呢 你说他们老这么吵下去 多伤感情啊 你不要我多担心 哎 他们不会离婚吧 哎呀 我说姐 你就不用起人忧天了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就看他们吵来吵去的 他们现在还不是挺好吗 其实呀 这已经成为他们一种 生活方式了 哎 咱爸老实 老实的驴子多拉末 老实的鸭子早下锅 这男人啊 要是一老实了 就得被女人管着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哎 我还从书上看到了 咱爸的咱妈 这夫妻性格互补 比那些才子家人型 和郎才女貌型的夫妻 时间会更为长久 哇 你小小年纪 懂得还蛮多的嘛 哎呀 那当然啦 光看电视都看会了嘛 根本就不用担心 哎 哎 帮我看看题吧 快考试了 临时报复我教 来 我看看 嗯 这么简单的物理 这么简单的物理 王子啊 你看那边那对夫妇 多么赖呀 哎 你怎么知道 人家是夫妇啊 哎 哎 一看那眼神就知道了 而且是对新婚夫妇 哎呀 蛋蛋啊 你对男人简直太缺乏了解了 但凡那个男人啊 用那种火辣辣的眼神 看着对面女孩时啊 哎呀 蛋蛋啊 哎呀 蛋蛋啊 那多报是在热烈 说明他啊 还没有完全把那个女孩追到手后 是不是唱编 嗯 是 我觉得不对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还是有男人会永远爱护女人的 而且我相信 还是有永恒的爱存在的 是不是唱编 啊 是 哎呀 你太幼稚了 你说的那只有小说里才有 而且还是那种弱智的言轻小说 不会有哪个男人 永远像供身一样供着哪个女人的 丈夫对妻子也是那样 是不是唱编 我不能得罪老板 但也不能得罪女士啊 你们继续争论 我保持中立 哎 那我们身边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啊 那刘阿姨跟朱师傅结婚那么多年了 朱师傅还不是特别地服从刘阿姨 哎呀 每对夫妻都有矛盾的 只不过旁人看不出来罢了 尤其像你这种眼神 就更看不出来了 你把我眼镜摘了 我能看得见吗 还是挺清楚的嘛 哎 不要这个 不要这个 要这个牌子的便宜 吃的东西别太省了 才便宜两分钱 就两分钱不是钱哪 能省就得省 你股票还亏着呢 哎呀 不要这个 不要这个 你可真不会买东西 你不是一直用这种啊 我发现了一种更便宜的 你看 这个 拿回你 什么呀 别装傻 我上次给你披的烟还没抽完呢 别趁我不中一尊空 家里那那太难抽了 放起来只有一盒了 这烟嘛还不都一个味儿 有什么难抽不难抽的 有空我再给你批发两条去 把这个放上去 刘姨啊 真行啊 把你们家老猪管得服服帖帖的 是啊 朱师傅的脾气可真好 不过你要小心哪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了 我们家老猪才不会呢 家里总得有个做主的人呢 他一天到晚在外边跑 跑得挺累的 家里的事就是我说了算呗 我也是为他招选啊 是不是 志高 是 男主啊 你主内吗 有人偷东西 谁 谁偷东西啊 过来 踏踏饼干 你真是的 把包里都给你拿出来 幸亏我眼见 这是我在别的商场买的 你看 标签还有的 你神经病啊你 污蔑我偷东西 小心我控告你 对不起 对不起 这是误会 误会误会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我们这同志啊 可能看错了 您别生气啊 你们超市也真是的 砸盘里别找这样的人咋呀 关门算了 下回啊 再也不上街摆动了 小姐 小姐 对不起 你 你看看 你怎么那么貌似 也不看清了再说 还想超市替你收购 你有完没完 我也是一片好心哪 你 你 刘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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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又怎么了 你受怎么了 当着莉莉和艾朱的面 你一点面子也不给我留 好威风啊 会骂老婆了是不是 下一步 你要当着别人的面 打你老婆了是不是 我这一着急 才说了那么两句 有那么严重吗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故意在别人面前出我的仇 不帮着我说你就算了 还跟着一块埋怨我 你让我的老脸往哪搁 都是老街坊了 有什么呀 你不是也老当着外人的面 不给我留面子吗 我什么都没说过呀 好啊周志高 你终于把实话说出来了 你早就不满意我 对你的严格管教了是不是 我不给你留面子了是不是 又跟你夫妻几十年了 没想到你大男子主义思想 这么严重 你别老这主意那主意的乱扣帽子 我真没那意思 你要不满意我 咱们离婚好了 你没有必要这么损我 离婚 老婆 你怎么又说这个呀 爸 妈 你们说什么 离婚 没什么 你怕是说气话呢 快到作业去 老婆 我 我道歉 行不行 我 我下次注意 我 我再也不敢了 行了吗 爸 看在孩子的面子上 我不跟你计较了 我不跟你计较了 我做饭去 妈 又怎么了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然后 那 我 现在 XXX 不是 我 我 那 都 好 你 何 都 什么 你说吧 有什么苦手 全都吐出来 你说不出什么具体的苦手 就是觉得吧 越来越不自在 就好像 就好像那残茧一样 它被一根丝一根丝的包起来 觉得心里特憋气 仔细想想吧 也不知道不对劲在什么地方 老朱啊 你再读两年书 就能写小说 我知道你说的没有感觉 婚姻就是这样 每一根丝都让你察觉不到 就久而久之 你就会发现自己 已经牢牢地被困在里面 就是就是 它读到该怎么办才好 有办法 人你肯定不会去做 什么办法 离婚哪 我从来没想过要离婚 孩子都这么大了 怕别人笑话呀 你看看 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去做吧 现在的人哪有功夫笑话别人啊 有时间多琢磨琢磨 怎么挣钱多好啊 没人笑话你 朱师傅 你一个人哪 是啊 找帮子聊聊天 朱师傅 您可不知道 我有多羡慕您跟刘阿姨 您看您对刘阿姨多好啊 您简直就是我心目中的新好男人 要是帮子能像您一样就好了 您没事 多给帮子讲讲您跟刘阿姨的故事 让他也多学习学习 我 我有什么好学习的 你就跟他说说您对刘阿姨的心得呀 体会呀 让帮子惭愧惭愧 要是帮子能像您对刘阿姨那样对我 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灿灿你都给老鼠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我说明天一定是个晴天 芳芳 你想知道他说什么吧 他说 我都听到了 你看到没有 你现在已经给某些没有辨别能力的同志 塑造了一个不良的形象 你一定要改嘛 要不然以后我也得受牵连 适当的时候还应该有适当的反抗 要不然以后的日子你就等着瞧吧 反抗一定要反抗嘛 起来 对 试开有点心动了 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喉声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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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这菜怎么这么淡呀 能不能加点盐呀 吃现实的还挑骨头哈 嗯 妈 这菜是很淡吗 开心 你怎么跟你爸爸一块儿挑肥减瘦的 他怎么收买你了 你怎么老跟他一个鼻孔出气啊 我没有啊 我 来 来 来 我来 我来 我最公正了啊 我来尝尝 嗯 妈 你是不是忘了割盐了 是吗 嗯 嗯 嗯 是 是有点淡 我就加点盐啊 儿子一说你的听 我一说就是找麻烦 你说什么 我 我说 这个家你就值得欺负我 我说什么你都不听 孩子一说你就听 你就不能给我点家庭地位嘛 哗 反了你了 你还敢提家庭地位 你在你自己身上好好找个原因 你在孩子面前做什么好榜样了 开心和快乐 从来不敢在我做的饭菜上挑三角自的 在你的呆动下 也不尊重我的劳动了 哎呦 别吵了 哎呀 我说妈就是 这么点小事 何必呢 才不是小事呢 最近一段时间 你对你爸对我哼着看 树着看不顺眼 一会儿妈嫌我老了 一会儿嫌我不会打本了 一会儿又嫌我做的饭菜不合口味了 吃了我二十几年饭菜了 哪有现在才不合口味的 他 他肯定在外边和别人好上了 你别老说好不好 我喝谁好了 我老头一个要没钱要没权 谁跟我好啊 这不是无理取闹了吗 你们听听 你们听听 他这话 他分明是有了外心了 感情等你升了官发了财 你就可以在外边胡搞乱搞了 妈 爸根本就不是那个意思 他就是这个意思 我还不了解他 朱志高 与其等你升官发财以后抛弃我 那还不如咱们现在就离婚 妈 这么小的事 你何必把他闹得那么大呢 妈 妈 我知道你是和爸开玩笑的吧 谁有心思跟他开玩笑啊 今儿个他要不赔礼道歉 我就提出离婚 好 好 我错了 我错了 行不行 这还差不多 我出车去了 爸 吃饭 吃饭 给你才加点盐 岁月如风 穿过霓虹 多少年 才能人海相逢 相逢的人 在分开的时候 才会知道 曾拥有爱 已经感到很幸福 哦 想你 感觉空气里有你 想你 天边的色彩 变得像你 有你 虽然 哭量也熬过去 我现在很堪 心还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